春天到了 狐狸猫的班级到阳明山上户外教学 现在正好是百花齐放的时候 在花铺里可以看见外形各异的花朵 争齐豆艳 有百合花、剑蓝、杜鹃、猪颈等等 中午休息的时候 狐狸猫老师让大家自己找喜欢的地点席地而坐 一边享用便当一边赏花 哎哎哎小树蛙 这些水果是怎么长出来的啊 当大家开心地吃着便当时 狐狸猫困惑地看着手中的番茄 并问了坐在旁边的小树蛙 听到狐狸猫跟小树蛙聊天内容的老师回答 答案其实近在眼前哦 狐狸猫 我们所吃的果实就是由花朵发育而来的 说完后 老师捡起地上刚飘下的樱花 带领着大家一起观察花朵的构造 花朵的构造从外而内分别是花托、鳄片、花瓣、雄蕊 当大家正在观察花朵的构造时 突然听见狸狸的尖叫声 大家都跑到狸狸身边问她怎么了 只见狸狸身上灰白的毛 沾上了黄褐色脏脏的污渍 当狸狸慌张地想拍掉身上的脏污时 在一旁的老师却轻轻地笑了 狸狸,你冷静下来 这些黄褐色的东西并不是脏东西哦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 狐狸猫自信地举起了手并说道 是花粉 这些花粉是由雄蕊的花药产生 可以让花朵产生果实的重要工程之一哦 说到果实就会想到种子 其实果实和种子在我们的生活中非常常见哦 老师说完 带着同学们看看便当中的食物 花粉是由哪个构造产生的呢? A. 饿片 B. 花瓣 C. 熊蕊 D. 吃蕊 正确答案为C 当大家都认真在研究野餐便当的时候 狐狸猫突然想起了它刚开始的疑问 番茄是不是就是果实? 老师点点头 肯定狐狸猫的说法 我们平常知道的番茄就是一种果实 而果实里面含有种子 小树蛙指着番茄的切面 这个一点一点的就是番茄的种子 李李恍然大悟 原来我们平常吃到一粒一粒的部分 就是种子啊 既然大家已经知道番茄果实和种子 老师就想要考考大家 大家能不能区分 便当里的哪些食物是果实 哪些食物是种子呢? 于是狐狸猫 小树蛙和李李 便一起凑进便当 看看便当里还有什么食物 狐狸猫看着便当里有三色豆 豐狸猫是不是也是一种果实啊? No, no! 我们吃的豐狸是种子哦! 这时候狐狸猫又有了新的疑惑 但是老师刚刚说 果实里面含有种子 既然豐狸是种子 那包覆在豐狸外的果实又在哪里呢? 大家知道 豐狸是被包在豐狸夹这个构造里的吗? 这个豐狸夹才是果实的部分 看来 我们不能只因为豐狸外表圆圆的 就觉得它是果实呢 老师再请狐狸猫 小树蛙、李李 观察餐盒中的枣子 并问道 那从刚刚的经验中 大家觉得 枣子是果实还是种子呢? 狐狸猫自信地回答 是果实 顺势咬了一大口手中的枣子 又接着说 然后 里面这个浅荷色硬硬的东西 就是种子 看着充满自信的狐狸猫 老师感到很欣慰 并打算好好奖励 认真学习的大家 老师拿出一包花生 作为大家认真学习的奖励 顺便休息一下 狐狸猫忍不住好奇心 既然果实里面含有种子 那是不是外面的这个花生壳 就是果实 然后 花生壳里面的花生 是种子 老师很高兴 狐狸猫可以学以致用 已经可以利用我们前面讲过的知识 来分辨新的植物部位了 小树蛙 狸狸 都觉得狐狸猫很厉害 并为它感到开心 关于植物果实与种子的叙述 哪个是正确的? A 一个果实内只能有一个种子 B 一个果实内可能有多个种子 C 一个种子内只能有一个果实 D 一个种子内可能有多个果实 正确答案为 B 又到了课程尾声 让我们一起做个小整理吧 1 花是产生果实的重要构造 一朵花由外而内 有鳄片 花瓣 雄蕊 雌蕊等 2 种子包覆在果实内 种子的数量会因植物种类不同而异 最后给你一个小问题想一想 为什么番茄的果实内有好多种子 而枣子只有一个呢? 这些种子是怎么产生的呢?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 并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